频频发射先进导弹来击落不明的飞行物 这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在质疑 这种做法除了耗费美国纳税人的金钱之外 又能给美国和美国人民带来什么时机收益呢 美国在世界上放飞了多少间谍侦测飞艇气球 美方自己心底里很清楚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帝国 国际社会也看得十分清楚